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一時間 棋盤上出現最多皇后的金氏世界紀錄 那究竟是幾之後 在場上同時出現呢? 就讓我們來看對局吧 黑方小兵A6控制B5格子 白方先復活的是黑格主角 從這裡我們就能看出白方準備就要 長入寶 輪到黑方 黑方選擇的是15兵 拱起來 趕走騎士 這裡雙方形成了典型的西西里 納道爾夫兵型結構 好 輪到黑方 黑方選擇的是復活白格主角 白方復活皇后第二 黑方騎士ND7 白方小兵F6 阻止騎士過來碰主角 黑方選擇的是復活黑格主角 白方此時發起快速王毅進攻 小兵G4 黑方評估清楚 他才不會輕易的頂起H6 只要頂起H6的話 白方就會利用這個G5格子 開始發動王毅兵饕 碰這個G5格子 黑方可是女子越南第一人 他可是有觀念的 他不急 王前兵 暫時保持平平的 選擇的是換位置 不擔心小兵拱騎士 因為騎士可以往前蹦 此時輪到白方 白方開始造極化 長路寶 準備要王毅兵饕 輪到黑色 黑色選擇的是騎士復活 準備翻到C4格子 換他的武器 輪到白方 白方選擇的是王毅萬 黑方復活成寶 白方復活成寶 準備王毅兵饕 黑方此時頂起小兵G6 這時 小兵G6不擔心 因為黑方這個騎士 頂住H兵 黑方頂住的話 白方就無法王毅兵饕爆破 此時 白方後F2 黑方騎士往前按 交換黑格主角 黑方拒絕 他選擇的是保留黑格 換掉白格 好 白方緩 黑方緩 黑方緩完之後 白方騎士往前蹦 按住白格主角 黑方緩 白方緩 此時輪到黑方 黑方開始進行反向對攻 既然白方想要爆破王毅 黑方就想說爆破後毅 小兵B5 輪到白方 白方選擇的是後D2 準備想要找機會 皇后配合主角 配合兵 強行往前爆破 輪到黑色 黑色開始C線疊武器 後C7 白方保D1 黑方保C8 白方這裡選擇的是C兵先生根 選擇小兵C3 輪到黑方 黑方看準時機C3兵走起來B4格可能被挑戰 所以黑方這裡選擇的是寶B8 準備開始找機會強行用B8寶支援兵挑戰白方的ABC線 輪到白方 白方選擇的是主角C5 這首期就有意思了 這什麼思想 如果黑方選擇主角把他炸的話 白方之間城堡一按就跑來黑方家了是吧 所以這裡黑方可是看清楚了 黑方可沒有炸主角 黑方選擇的是騎士往前按 這什麼思想 騎士往前按到F4格子碰城堡 逼白方城堡給我表態 白方此時表態了 選擇的是主角炸兵 這什麼思想 進行一波互相傷害 如果你騎士敲寶他就主角敲後 而黑方這位女子大師他想清楚了主角敲主角 白方城堡敲主角 黑方準備小兵往前按 爆破白方的ABC線 輪到白方 白方選擇的是兵敲兵 黑方寶敲兵 白方此時當然可以選擇H4 給他一波互相進攻 看看黑方快還是白方快 但是白方這位依然國際大師他可能有點害怕了 害怕什麼 害怕他守不住避險 所以這位國際大師在這邊做了抉擇 做了什麼抉擇 一個寶滴吧 成敵換寶 黑方此時評估清楚了 他才不要寶敲寶給你皇后來他家了 所以黑方選擇的是 國王閃到G7格子 那白方換寶 黑方換寶 還是準備著機會皇后支援兵 繼續往前按碰你的騎士 輪到白方 白方選擇的是騎士 散開碰個兵帶抓雙 此時黑方看清楚了 選擇的是兵護寶 帶抓先手 寶第一次 輪到白方 白方選擇的是閉後 繼續腰換寶 好的 既然你想換黑方就換 黑方換白方換 黑方繼續皇后往前按碰騎士 輪到白方 白方騎士回彈 皇后護騎士 黑方騎士往前碰 準備威脅G5兵 是吧 而這裡白方才不要給兵生根了 他繼續帶先手 騎士回彈碰皇后 而這裡黑方被碰 選擇的是後閃開 繼續威脅G5兵 白方依然不生根 選擇的是互相傷害 後D6 選擇碰15兵 如果你敲我G 我就敲你15 是吧 而這裡黑方暫時不敲 選擇的是後先打王帶先手 這個先手黑方打王白方 偏王黑方選擇的是互相傷害 15送給你 他選擇的是抓F3 好啦 黑方敲了 白方也敲帶先手 黑方奪王白方一個小兵B4 做啥呢 準備就要把這個兵也給你了也給你了 準備就要抓A兵 給他一波互相傷害 利用AB衝出一隻皇后 而這裡黑方也評估清楚了 既然你想這樣做 我們就來看誰速度快 所以黑方選手選擇的是後G2 做啥呢 準備後G2配合騎士威脅G5兵 順便大王帶先手 好的 這裡白方飄王 黑方選擇的是騎士敲兵 保留皇后不皇后 繼續給他一波互相傷害 此時黑方走完 白方選擇的是王飄起來 白方走完輪到黑色 黑色一個騎士 往前碰碰的皇后帶先手 白方飄後 按在這個堡壘空洞 輪到黑色 黑色開始趁勝追擊 小兵H5 準備既然你想互相傷害 他就給你一波互相傷害 好的 黑方走完 白方國王往前按 黑方看到白方往前按 黑方也就把兵給敲了 黑方敲兵 白方繼續衝兵 準備要敲兵待兵後 是吧各位 輪到黑方 黑方選擇的是騎士回彈碰皇后 皇后一閃帶先手 黑方奪王 白方敲兵 黑方飄後 準備碰騎士 黑方這個碰騎士 白方騎士往前按 準備支援兵 往前衝 現在雙方都已經殺紅眼了 既然你想互相傷害 黑方於是就決定了 來吧 我們就來互相傷害 小兵H4往前衝啦 小兵H4 白方一個皇后碰兵帶先手 黑方就順便閃開後 順便給兵帶升更 黑方升更白方就往前衝 黑方也往前衝 白方也往前衝 黑方衝白方衝 黑方一變後 白方也是變後 現在變後準備一步叫殺 這個叫殺被發現了 所以黑方選擇是後A1 控制A8格子 控制H8格子 輪到白方 白方此時繼續給先手 皇后兩個人威脅F7兵 是吧 而這個兩個人威脅先手 黑方也發現了 黑方就選擇的是 皇后回家 進行一個叫喚 看看你是否叫喚 答案這裡 白方已經攻上頭了 他才不要換後了 選擇保留後 繼續著機會威脅的黑王 此時輪到黑色 黑色既然看到你不換 好的 那就不要換了 我們就來互相上海 皇后支援小兵繼續往前衝 準備把現場的黑方 第三次後給變出來 黑方這個想變 白方也繼續往前衝 各位 現在大家都要設法 讓兵把後變出來的是吧 現在黑方退起一次 準備給兵往前衝 黑方準備往前衝 白方選擇的是後C6 輪到黑色 黑色退起一次打個先手 這個先手黑方打先手 白方選擇的是後閃開 白方閃開 黑方衝兵 黑方衝兵 白方飄往準備衝兵 白方準備衝兵 黑方先衝 黑方先衝 白方先衝 黑方先衝 白方衝了 黑方變後 白方變後 OMG 其友們 現場可是有6隻皇后在場上啊 這可是今世世界介入 在國際賽中 第一次有6隻皇后在場上死殺 此時輪到黑方 黑方繼續趁勝追擊 既然皇后先變 他就先帶先手 皇后B1打個先手 黑方打先手 白方電騎士 黑方繼續騎士往前蹦 黑方蹦往白方繼續 冰碰騎士 既然碰我騎士 黑方就想說一個騎士過來 彈過來做啥呢 準備兩個人碰這個15兵 既然碰15兵 白方就給冰升更 白方冰升更 黑方就繼續三個人威脅15兵 是吧 既然有三個人威脅15兵 白方這裡就走得出了一手有趣的找法 後1期 就說啥呢 這看起來是不是感覺給冰好像更不夠耶 黑方可是有三個人抓8番 只有兩個人守得住嗎 但是黑方可不敢敲哦 因為如果黑方真敲兵的話 黑方敲白方之間一個後H4 準備就要叫殺了 是吧 皇后守底線皇后看住 黑方之間國王活活被打死 如果墊後白方之間一個強行炸後帶殺起 所以這個黑方可不敢敲兵 所以黑方選擇的是騎士回彈保護國王 好的輪到白方 白方選擇的是國王閃開 不想被牽制讓騎士自由 輪到黑蛇 黑蛇此時一個後一式邀請皇后 黑方這個皇后白方先暫時評估一下走了一步 騎士第五 但是各位 此時雙方已經有點害怕了 害怕什麼呢 六隻皇后的計算量可是遠遠超過平常的戰斗 雙方在六隻皇后的操作中 都擔心自己先比對手發生失誤 所以這裡黑方也就做出了抉擇 打算把這個兵給拿掉 趕緊把後給換個兩隻 所以黑方選擇的是後炸兵 好黑方炸兵白方也評估清楚 白方炸黑方炸白方炸黑方炸 此時對局致死 黑方暫時讀一隻兵 但是讀一隻兵想引起還是很難的 我們來看下去吧 白方現在一個王低拔 黑方飄國王準備支援兵往前送 黑方準備往前送 白方選擇的是騎士一騎 做啥呢 準備試著繼續來邀請交換皇后 只要皇后換掉了 再把這個騎士拔兵配了 這盤其實也就是一個合棋收藏了 但是這位黑方越南女子第一人 才不要簡單的合棋呢 她繼續給白方出考題 就看白方會不會出錯 她選擇的是後B8 繼續考白色 白方飄往黑方繼續考 白方飄黑方繼續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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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什麼呢 考你亂走準備就要給你好看是吧 輪到白方 白方想說你不考我了 就換我來考你 選擇的是後D5 考什麼呢 想考一個皇后G5碰一個國王看看 此時這個考題黑方也發現了 她選擇的是後G4 休想過來我家 此時輪到白方 白方開始趁勝追擊 皇后一無繼續考 換白方考黑色 而黑色這裡一個頂兵 直接把後給頂走 好啦 白後被頂也就閃開 白後閃開 黑方開始繼續考 黑方考白方墊後 此時看了老半天 黑方也看不到什麼明確的考題 也就索性的把皇后給交換了 皇后交換皇后交換 國王繼續支援往前衝 但是這個局面已經往合棋賣進了 怎麼說呢 因為白方其實只要把這個騎士 跟兵配了 就算騎士送給黑色也是一盤合起了 所以我們來加快看下去吧 此時白方選擇的是飄亡 黑方衝兵 白方跟上去 黑方飄亡 白方走騎士 黑方飄亡 白方騎士過來 強行碰兵 對局致詞 這個兵士 扎扎實時準備就要被白方給炸了 是吧各位 此時黑方進去一回合 白方一炸 黑方一炸 對局致詞 在稍找六隻皇后的大亂戰中 對局終於歸於平靜 同意合起了